昨天和大家讲 六根和六尘 为什么仅仅纠缠着你的心 让你陷入五浊与烦恼之中 到底是谁让六根和六尘密不可分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心 和分别心 举个例子 当我们看到喜欢的 马上升起欢喜心 当我们看到不喜欢的 马上升起厌恶心 师父还说 当我们听到喜欢听的话 我们的分别心就出来了 当我们闻到香味就开心 闻到臭味就皱眉 接触到喜欢的东西就开心 不喜欢的就嫌弃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也分享一件小事 我是这个月初 我是这个月初朋友邮寄给我心灵法门的 马上开始念经和小房子 之前我吃素 专持大悲咒 一年多了 前天晚上九点半 我洗脸的时候 发现左眼角红肿 有个透明的小水泡 好像发卖力肿 担心第二天上班会很难看 突然想到台长伯克里有人介绍 用大杯水治眼睛的视力 就试着用大杯水洗眼睛 只洗外面 然后上网看邮件什么的 十二点左右准备睡觉的时候 一照镜子 小水泡没有了 左眼恢复与右眼差不多 只有一点红 第二天早上起来 左眼完全跟右眼没有不同了 大杯水真是太神奇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也来分享给大家 自从念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我以前洗头会掉很多头发 还有每次去医院检查 从来也没正常过 现在都正常了 还有姐姐家孩子 成绩直接上去全班考了第三名 以前是二十多名 现在孩子也会念心经 真的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的舅妈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老大有严重自闭症 不和人交流 打游戏 周围人 老师 同学 都对他有看法 我舅妈 为他极度操心 舅妈修行心灵法门一年 许大愿 放生 给儿子念小房子 现在他大三了 顺利进入 浦华永道实习 这次招的五个实习生 就他不是名牌大学的 他和同事相处得很融洽 工作很顺心 最神奇的是 他比弟弟要矮 为此还曾经想不通 折磨父母 一定要做手术增高 因为医生说 他发育已经停止 骨灵闭合 吃药已经不可能起作用了 舅妈去庙里许大愿 每天念大悲咒 祈求观世音菩萨 让孩子长高 现在发现 他居然长得和弟弟一样高了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 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增加大家修行心灵法门的信心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天鹰 可是今天是十五 我要去放生 我去市场买鱼的时候 我自行车的索心都被撬掉了 可是自行车索仍紧闭着 小偷都没搞开 我看了也是没办法 心想着 去哪儿找修自行车的呢 我嘴里面求菩萨保佑 帮帮我 我就用别的钥匙捅了一下 呵呵 锁开了 菩萨保佑 菩萨慈悲 只要心成 按照台长说的做 菩萨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众应得应 说话都要诚实 每一个学博人不打妄语 你的事业会顺 朋友会多 相反 对别人说大话 撒谎 你一定会自食其果 有一个人 看到一个商贩 挑的担子 鼻青眼肿 快快地走过 这个人就问他 哎 这个这个 你怎么会脸上 鼻青眼肿呢 那个商贩没有理他 挑的担子走了 另外一个人说 啊 这是个卖桃子的 他曾经向顾客发誓说 我卖的桃子 名贵产品 各个包甜 要是不甜 你们往我脸上扔 感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红尘修心 听佛音 愿力超脱 苦难行 南中真修 去烦恼 境界提升 才算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